對 我覺得這個是最 這是8月14號到8月18號的事情 那我剛剛講過了 這個是靜音 還有遠音 那就是7月份已經開始 已經陳國恩就被蘇貞昌洗臉 這是7月對不對 7月洗臉 那我講8月東沙島 然後又再來一個跟長官不合 你不覺得這些故事全部鬥起來 好像都已經成了 這個人是 我要講那麼重嗎 就是要把他打成混蛋 你看一下子出這個邪 然後一下子一天到晚被長官罵 被長官電 然後這個人又跟他的直屬長官不合 你如果不管在公司 媒體 要弄走一個人 不就是這一套嗎 那我懂了 就大家故意放一些消息 你看我講得對不對 很多人就故意放一些管道 給不同的媒體說你看這個人 他跟他長官也不合 他被總監罵了 對 跟長官不合 然後還被長官每天都被電 被總經理罵了 然後最近又做誰 最近很多事情 包括陳玉珍的事情又遭監 所以不適合 不適合 把他換掉也剛好而已 然後下面的人說 對喔 對喔 我們應該要換長官 整個氣氛就形成 就把他換掉了 我現在要問的是 誰操作了這一整波的事情 民進黨你們這麼贏嗎 每次要換一個人 都一定要把他打成黑五類 打成混蛋 才能夠把他換掉嗎 陳國恩 你們再想一次 陳國恩是馬英九時代的警政署長 連蔡英文上來都重用他 還留任他 還不讓陳嘉欽上來 那時候陳嘉欽是高雄市警察局局長 那我問你陳嘉欽跟陳國恩 誰比較厲害或是誰比較高階 他44期 他45期 他是陳嘉欽的學長 但是因為他現在是到海巡署 跟他其實已經沒有大關係 但是兩個人曾經有一段的交手 就是他是署長的時候 本來傳說他要接他 那因為陳菊要上來揭秘署長 那陳菊是高雄市長 他是高雄市警察局局長 陳嘉欽 陳嘉欽是菊姐的人 而且他始終到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其實不好 你知道嗎 那民進黨大家認為說 他應該不會執政了 所以那個時候沒有 陳菊姐要問說 誰要到警察局長 誰要跟你陳菊 你又不見得有 他是自己自告奮勇 他以副局長的身分說我 我接 所以陳菊對他非常信任 所以陳菊要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他不保了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又有一段的恩怨 所以我覺得陳國恩也好 你這幾年來也辛苦了 被這樣鬥來鬥去 然後現在又要被這些黑寒 跟套路 民進黨的官飯碗不好 真的不好捧 可是如果是個人才 被這樣搞來搞去 我覺得也有點可惜 能做事的人 如果離開了崗位 對中華民國 對我們國家來說 都是一個損失 不過我們雖然內部 有一些林林總總的問題 不過最近在外部 看起來是不錯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我們的外交處處被打壓 我們很想進聯合國 現在自從我們退出聯合國之後 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現在露出曙光了 美國好像要幫助我們進入聯合國 而且還有美國的國會議員 有特別講說 我們是不是要恢復台美建交了 事情就要說到紐約時報廣場 在這個他們的上頭 這個大螢幕打上台灣 台灣然後UN然後希望台灣進去 T75屆聯合國大會 十五在紐約總部舉辦 我駐紐約辦事處 在時報廣場就刊登了 這樣子的一個廣告 是 台灣 can't help recover better together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我們的政府 在紐約的時報廣場做的 這樣的一個廣告 其實這是對外宣傳 我個人也不反對 你看其實他有一些影片 也許導播可以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影片做得也滿好的 那是不是可以讓更多 不認識台灣的國際友人 更加了解台灣 我覺得是不錯 你可以看到在紐約的時報廣場 其實最近都空空蕩蕩 因為疫情的關係 重點其實不在這個 所謂的宣導短片 重點在哪裡 在這個 昨天AP也就是美聯社 有一個這樣的獨家 他還附了三張照片 你會不會覺得 這三張照片好像劇照 有沒有 很像劇照對不對 西雅圖遇上北京是不是 有一點像是那種感覺 有人就說 這兩個人是在相親嗎 沒有啦 開玩笑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 左邊這位穿著西裝的男士 戴著眼鏡的是 我駐紐約辦事處的處長 李光章 右邊這位女性 她是金髮的女士 她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克拉夫特 他們兩個人 昨天在曼哈頓 戶外餐廳用餐 你知道很有feel 兩個人沒有握手 兩個人這個相談甚歡 有人說 克拉夫特 就是這個女生說 這個是歷史性會面 怎麼說 因為我們 其實因為國際處境的關係 過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一般來說是不會跟我們 有什麼很近距離的接觸了 可是他們兩個坐下來一起 交換一下意見 他說這個克拉夫特 這個女生說 川普就是他們的總統 正在尋求強化深化 與台灣的雙邊關係 他代表美國政府這樣的作為 那希望2400萬台灣人 我們台灣是2300萬人 可以我們的聲音可以被聽見 如果美國不為台挺身抗中 誰會挺身而出 重點在這裡要一起抗中 不僅是台灣還有香港 這個克拉夫特表示和李光章 討論各種方法要駐台灣 進一步參與聯合國的事務 而且不只這樣 在今年5月這個女性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她在她的推特上有說 禁止台灣進入聯合國 是一種侮辱 那言下之意是說 應該讓我們進去聯合國 這樣才不是侮辱 如果用語意上來翻譯 應該是這樣 我只下一個評論就好了 為什麼不早說 為什麼不早說 那我們現在來連線專家 政治政大國關中心的研究員 顏政生 顏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顏老師 美台真的有望建交嗎 那美國的態度真的希望 可以幫助我進入聯合國嗎 如果是真的 對我們所有的民眾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鼓舞的事情 我覺得這兩個都還很遠 美國從這一次他們的這個 次進來台灣 看他用的這個原因 是說來悼念李登輝 參加他的追思 這樣的一個這個主軸來看 就是美國在改善台灣關係 美台關係 但是是不斷的是incremental 就是一步一步的 那不可能一步到位 說是變成是跟台灣會建交 或者是說能夠幫助台灣國 台灣進入聯合國 那個台灣要進入聯合國 美國也不是他說了就算了 那還有很多的國家要同意 我覺得這個是難度更高一些 美台可能美國自己可以做這個決定 但是這個對畢竟對美國整體的 國際戰略來講 是一個很出格的做法 我想他暫時大概還不會考慮 但是美台關係有在改善 只是我們不能那麼急 做一步到位 會有什麼樣更具體的結果 只是在象徵意義上 或武器實質購買上面 會有一些進展 是老師那可是最近 因為美台的關係的確是有相當大的互動 或者相當大的進展 我們的這個美國次卿來我們台灣 然後包括了這個散發出來這些消息 像這個AP 我覺得像我們是做記者 我們看到AP發這個新聞 就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有趣 通常像這個一般這個AP發的照片 不太可能有這樣子的畫面 感覺是遠遠的頭拍 或者是遠遠的拍 所以老師看到AP這個訊息 可以跟我們進一步的解讀 Craft的訊息 我覺得我們最近其實在聯合國 在紐約的處長也還蠻積極的 之前我們也看到 前任的處長徐立文有去參加一些 就是美國在聯合國的一個會外匯 表示說台灣好像就是因為在國際組織當中被封殺 然後我們的外交邦交不斷的在縮減 美國也感覺到這是台灣的一個危機 所以美國希望能夠幫助我們 那這些見面 我覺得大概就是在不超越 就是美國跟大陸 這個一中政策的情況之下 有些時候見一面並不是代表說會有多大的實質的進展 但是至少我覺得象徵的意義是很夠的 那我覺得美國也在給台灣一些底氣 就是讓台灣感覺到說 蔡英文總統現在既然選擇要跟著美國來對抗中國的話 美國會在別的地方讓她感覺上好像獲得了一些好處 否則的話她在台灣 如果沒有獲得美國這樣的一些實質的 或者說象徵性的幫助的話 而要開放美豬美牛了 然後不斷的跟大陸對抗造成這樣台海緊張的情況 其實台灣的老百姓也會擔心的 是 老師還有 就因為美國總統大選情快要到了 如果說川普沒有連任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這個台美關係這麼好的狀況下 是不是有可能一切重來 我覺得倒不見得 就是說第一個拜登 如果今天美國的氛圍 國內的氛圍還是要持續抗中的話 由拜登來組一個國際的所謂的圍堵 或者是這樣子來抵制中國的團隊 可能比川普更有效 我想最近我們也看到PO的這個民調 川普在國際社會當中獲得的支持 或者說這個正面的看法非常的低 可是拜登不一樣 如果由他今天出來號召歐洲國家 以他過去在外交界 在副總統任內參議院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任內所做的工作 他確實是可以跟歐洲的國家 包括法國 德國等等 能夠來組成一個圍堵中國聯盟 這個會比較更有效 第二個就是民主黨比較重視人權 90年代的時候我們看到 在克林頓跟大陸談罪惠國待遇的時候 常常就把這個人權的議題 就掛在裡頭當作一個條件 可是我們看這個川普總統上任之後 他跟大陸任何的談判 好像都沒有把大陸的一些人權的議題 算在這個交換的條件之內 所以90年代我們看到大陸會釋放很多 當年的天安門的異議分子 或者民主派人士 但是現在大陸也有不少的異議分子 但是好像川普從來沒有堅持說 如果我們要繼續談下去 也要釋放一些 所以看起來就是拜登上來 其實對大陸不見得是好 但是拜登是一個比較 在體制內願意走的 所以大概不會有太多出格的東西 讓大陸比較有可預測性 不像川普出爾反爾 所以這兩個各有優缺點對中國大陸來講 但是美國國內的氛圍 確實就是目前為止是 反中的情緒是很高 民主黨上來我想也不會有太大的感應 是好非常謝謝 謝謝顏深深老師今天跟我們的精準的分析 謝謝老師 再見 所以這個美國反中 台灣也反中 然後美國拉著我們一起反中 劇本 這就是一套劇本 那剛剛前自己講的AP American Press 他的這個就是劇照 我直接講這個就是劇照 我說實在 我們當記者這麼久 請問各位記者 你們曾幾何時會去拍這樣的照片 沒有 不可能 那你乾脆要不要來 5 4 3 2 1 來 我們開 這就是這樣 這整套就是一個劇本 而且為什麼會趴趴趴的一直出來 你有沒有覺得 廣場的廣告 AP的新聞 吃飯用餐 台灣陸續出現這樣的 然後開始眾議院 參議院發出了國會聲明 然後一路開始說台灣要加入聯合國 我覺得現在是9月了 9月底 離11月7號越來越近了 所以這一段的時間 很多劇本還沒有排上的 陸續要趕快插上去 本來可能這樣子的一套劇 是要花一個禮拜去鋪陳 但是因為壓縮的時間 變成了突然之間 廣告也來了 AP也來了 什麼都一起來了 所以讓我們突然看到說 怎麼會這樣子 錯 那個 迅雷不急眼耳 錯手不急 突然之間 怎麼台灣要跟美國建交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 這麼快 我們等了四十幾年 怎麼突然之間 你不覺得很突然 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是好事 最近美國跟台灣 真的是互動 非常的頻繁 我們跟美國斷交了四十一年 有沒有可能露出曙光 我們跟美國恢復邦交 對 希望美國不會是渣男 這一陣子對我們濃情蜜意 那川普選上突然之後 對不起 我很忙 辦公桌我不會再用了之類的 我覺得現在好像突然之間 我們變成很重要的人 現在在幹嘛 川普在下謀標 我們是不是應該利用這個時間 當然 趕快往上爬 你現在對我好 我不趕快都跟你要一點包包 對不對 現金 我要出國玩 要不然什麼時候才會給你 不過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台美 或者是說 我們有望進入聯合國這件事 對我們2300萬同胞來說 當然是好事 當然是好事 可是不要變成空隙一場 被人家爪著團團轉 就是第一次在喜歡 好事 就是這次一條 就好